哈喽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是315也是正好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等一个检测报告 这个检测报告也知道呢 可以看到3月15日的报告才出来 所以说我正好赶上这一波 讲一个是我朋友遇到的一个我觉得是 极为愤怒的 让我极为愤怒的一个厂家的 我甚至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以就诈骗 我觉得就诈骗 事情是什么 这是我朋友卖的一台机子 它其中电源用的是海韵的G12GM750的 金牌的电源 然后呢显卡用的是 当时他说是那个客户 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估计是特别喜欢二次元嘛 像这些像银鹏这种三线的杂牌嘛 我就说你是杂牌了 对吧 你不用不服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N卡方面 意味达在中国八个核心AIC 那这些是一二线 那你不在这个核心AIC里面的牌子 我叫他三线杂牌 我觉得没有任何不妥 如果你觉得我侵犯了你的民营权 你可以去发言告我 我这个 我可以提供我的信息 就买了这个银通的啊 搞了这个二次元嘛 花架这个卡 白色的啊 那个时候不是也有人 那个时候矿囊之中 也有人做了一些什么图啊 花架老婆 我觉得太不尊重女性了 我就不念了 但是但是有些人就喜欢这个卡 就买了 这个卡完了以后 就今年就坏了 黑屏 黑屏就知道我朋友呢 我朋友呢 返给银通在南京的代理 返给工厂去售后 结果收到一份 我这份 因为这份是比较清楚的 清晰的没有盖章 盖章的版本我也有 RMA检测报告 问题描述啊 SN号 218005699 收获日期 23年2月16日 问题分析 2月17日 不良卡经检测 12伏短路 拆开上次给我发现 BGA和电感烧坏 然后这边放了图 放两张图 贴了一个标签 这边确实能看到 有这个烧坏的痕迹 分析结果 电源供电不稳 或接触凉 他这应该是 打错了应该接触不凉 当然我看到这个 就是他盖过章的 我这边还有一份盖过章的版本 这边还盖了银通 我让他们盖了个银通的 那个自己的章 他们还 Coco连来的盖了一个 深圳市 银家训实验游车公司 业务专用章 还不肯盖个章 盖个业务专用章 这上面写的是 电源供电不稳或接触不良 结论 无法维修 原卡返回 还写个 建议客户检查电源 包括品质和功率 是否达标 建议额定 850万 及以上电源 2 建议客户组装 安装每个接头 插筹都要检查 是否插到位 3 建议客户雷雨天气 关机断电 平时注意 防 静电保护 哎呀 我这看到我真是气死 3080 银通这个卡 我看了 现在他们在京东上 还卖5000块钱 就是 那之前买的 只会更贵 那这样一张卡 它也没说是人损 它的意思就是 因为这个卡的供电 坏了 所以我就修不了啊 你这让意思就是说 是你电源 你的电源把 显卡搞坏了 而且非常搞笑 你一个3080的显卡 320瓦的功耗 NV官方就320瓦的功耗 你居然只要建议800 泡泡湾上的电源 什么意思 就你觉得这个别电脑的别的配件可能要挣到500瓦的功耗 所以要给这个3080 就用个850瓦上电源 还有什么 你说要检查每个插头有没有插好 这个我倒能理解 但是真的来说你插不好的话 你这就开不了机呀 还有这个第三点就更搞笑了 什么叫建议雷雨天气 关机断电 什么意思就是我只要外面有雷雨天气 我就不得用电脑就得关机 这这这真的我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的是一张盖了盖了张的检测报告上面出来的 我朋友反正遇到这是他他非常来火嘛 但是他因为那个机子是他整机弄的 他把这东西发给客户 客户也无法接受呀 他属于他没办法 他只能先给客户赔钱嘛 对吧 他只能自己电钱给客户那个嘛 他现在就是我看上去 我要帮他讨个说法 因为正好电源对吧 你要说这个电源用的是什么那种杂牌的电源啊 可能只能认个哑巴亏了啊 说不定真是人家杂牌电源把显卡带走的 但是关键是 那个电源到现在都是好的呀 插单让别的显卡密码就好了呀 而且这这个电源是什么型号的海运的金牌的G12GM750 价格也大几百块钱的一个电源了 那我就很很生气啊 就让客户把也重新给客户一个电源啊 让客户把那个海运的电源寄回来啊 我把它发给了海运工厂 海运工厂弄过来了啊 就这一套这个东西啊 当然我手的这个版本还没有盖章啊 这个我展现出来 视频箱会放他们盖过章的版本 虽然写的confidentio啊 机密的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正常流程 那海运都已经发给我了 就表示这个还是可以公开的 首先啊 对吧 你一个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东西 巨宝啊 就就就这么一张纸啊 就没了 非常随意 第一把还有错别字 很明显的错别字 接触不良显成接触良 你看看人家海运 整整整整整整六张纸 问题反馈 显卡反馈故障 客户希望分析 希望分析电源 Test Result 电源本体 检测 轻重负载开机正常 经负载器测试电压出入正常 电源超债 120%电源维持正常输出 复测数据 就是说他们做这个测试 那做了四个测试 轻载 我看了下就是76瓦轻载 然后半载 378瓦 满载752瓦 甚至他们做了一个超债 20%就是900瓦 把电源加到了900瓦 进行了测试 都没有问题 虽然我说实话 3080用750瓦带真的是完全够用了 那他们还是对吧 这个没办法 人家说 建议你用850瓦带能源 那他们加到了900瓦去用 也没有问题 第二张 电源ATE测试正常 OCP过流保护 SCP短路保护测试 就会发现正常 人家给了测试画面 都没有问题 还很负责 检查电源模组限制接口 位阶异常 因为他不是说什么叫安装 接口插到位吗 是不是接口插 接口没插好短路了 接口也漏照片 都是正常 全部都线材 全部正常 全部正常 以录制相关视频存档 予有希望可以发给海文印去要 两份报告 两份报告 一份是证明电源没问题的报告 当然我觉得我真的 我觉得我没有收海云任何钱 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报告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海云 首先人家盈通 这个工厂 显卡厂 把自己显卡故障甩锅给电源 那人家电源厂说 对吧 那我们先不管怎么说 对吧 你把 你把电 你把显卡厂认为有问题的电源寄过来 对吧 我们先不管他有问题还没问题 我们先给你换个新的 那这个态度就很 就很那个 然后出了一份这样的报告 非常认真啊 就是你就算 就你哪怕就算完全不懂这些电脑产品 你看看这两份报告 谁认真谁负责 我我我我什么就特别气 因为我这周一的时候 我正好做了一个视频 讲到啊 官方旗舰店啊 是不是靠谱什么 很多人说 哎呀对吧 你买一个能个人送保的牌子 对吧 直接去什么咸鱼拼得多 找最低价 就行了 就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当时我就想讲 就是说 个人送保之类的东西 就厂家这个保修 不是说喊一句 好我不知道银通知不知是个人送保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很多东西不是说你把东西丢给厂家 厂家修一下 寄给你就这么简单 是他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日常消费者 不仅是消费者 很多经销商 这些数码产品遇到聚保 很多很多很多 那你遇到了怎么办 这我还是有本事 对吧 我还能给你要到一份盖章的聚保报告 那有的人直接就来一句 修不了退回 人都找不着 你想找人要报告 你都不知道找哪去要报告 真的 这么贵的一张东西 我相信 无论是哪个消费者 买一张大几件块钱的显卡 就是以这样就剧掉了 谁都接受不了 真的 我可能说的话非常主观 上面说的话非常主观 但是我真的我觉得抑制不住我的情绪 矿潮的时候 多少这些这些显卡厂家 你少挣一分钱了吗 很多真的很多这些显卡厂家喊了什么东西 如果你把我们的显卡拿去挖矿 我就这么什么可以聚保 我可以什么东西的 当然你如果站在观点头说的话 我们生产显卡 不是为了挖矿的 我们抵制挖矿 我们是为了游戏玩家去玩游戏的 都说这一套 那很难的道理 挖矿很火的时候 矿老板出高价去买卡 你厂家有没有卖给矿老板 很难的就很现实的例子 你如果说打游戏的 买张3080 5000多6000多 咬咬牙撑死了7000多 再多这个确实有点接受不了了 不行我就省省拿着我的1060继续玩吧 这是一方面玩家只能出这么多钱 另一方面 矿老板 1万块钱 来个100张1000张1万张 你正常你是厂家 你会不卖给矿老板吗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多指责的 我觉得就恶心在什么地步 你矿潮的时候 你挣了多少这个钱 你不要矿潮的时候 矿老板这个钱挣得喜滋滋 现在矿潮过去了 游戏玩家要售后了 这东西我说白了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什么 这玩意应该是供电坏了 击穿了 弄不好就是看过那些修笔记本东西 弄不好就是十五八九是不是这个GPU核心 啪对吧 直接被干包直接就被击穿了 那淫通这种厂家这种三线杂牌 他又不是找英伟达职贡的 他他很有可能如果这张卡要去维修的话 或者更换的话 他就相当于得白贴一个3080的GPU核心 他不愿意贴这个钱 我猜的 我猜的 他是不愿意贴这个钱 不愿意贴这个钱把这个东西换掉 那如果我说真的 就是说如果仅仅是你就说这个供电的这几块 对吧 BGA跟电感烧坏了 如果他GPU核心没有击穿的话 我朋友也去问他 就当时跟南京的淫通代理 那工厂对吧 拉了个群就问他 那那如果说仅仅是 这两个小供电元件坏了 你能不能给我 对吧 不行我花钱也行 对吧 这几个电感电容有多少钱 那不是手工费 我都给你 对吧 你给我修一下行吗 不行 所以我就费解 如果真的就这两个东西坏了 你修一下 人家都说了付费修也不肯 那我猜呀 那是不是就GPU挂了 你你你你你 你保修你只想修好修的 对吧 这种啊 几块钱就得修好的东西 那我保你修修 对吧 这是我质保的 啊 这种一看 哎呦完了 GPU核心挂掉了 那我就不修了 那那你这 摄像太难看了吧 有有你这样争钱的吗 就你 你太太太恶心了吧 我甚至我看到淫通这样的牌子 真的你在国内 这是我朋友他卖的 我是更 我是真的什么这种花架 什么这种东西 我是真的不想去碰的 现在一看到 既然这淫通 居然还跑到北美去卖了 那我想问 那你你这样的报告 你敢给中国消费者出局 荣耀黄州的聚宝 你敢给美国消费者拘吗 我不知道 对吧 请美国的消费者给我那个 最后我想说一下 真的 这个消费者签的真好骗 对吧 一个生产显卡的三线杂牌 搞点二次元的妹子形象 什么白丝大腿 搞搞弄弄 显卡弄个白色的 包装弄点东西 一甩一弄 真的搞得自己跟这个一线 叫花架似的 搞得弄不弄的 结果呢 一出问题 马上线圆形了 是一线还是三线杂牌 咱自己看报告 咱自己说了算